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我們現在要搭設的是G-Stove的柴爐 這是柴爐正面 把它翻過來 這是它的角 它原廠附的是短角 但那個短角真的會很辛苦 很辛苦是說 你每次天才要彎,要彎得很低 如果短角就只要扣兩個插銷 就可以固定一個角 那長角就要鎖兩顆螺絲 再固定兩個插銷 固定長角的插銷 固定長角的插銷 好,現在插一下固定好 先把它翻過來 先把它翻過來 好,現在插一下固定好 好,現在插一下固定好 我們在組裝之前 依照它的配件 絕大部分的那個 煙囪 都收到在這裡面 那你看這是煙囪顏色 雲者已經燒過了,現在燒得很漂亮 桃紅色,帶點銅色,金色 那,雲長配的就是 這是一二三四五六 六支煙囪 然後這是煙囪頭 但這個是選配的 它原廠煙囪頭沒有這個網子 它是一個像一個小房子這樣子 然後它沒有扣完可以拉繩 所以這個是選配煙囪頭 比較可以防火焰冒出來 跟方便那個綁繩子 然後再來一個配件是這個 網子 用碳床 最大用途就是讓 碳在上面燒的時候呢 煙灰會掉下去 然後把木頭留在上面 然後封從底下這樣穿過去往上 這樣才不會灰能夠停留在底下 不會影響燃燒 然後它的配件是一個 底下是一個弧形 跟那個柴底下是一致的 它方便把這個 煙灰給刮出來 其實這個蠻重要的 像有些柴做的不好 它底下能夠承受煙灰的空間不夠 但煙灰滿了之後呢 空氣流中去變差 燃燒就會變差 而且你要刮出來的時候 像我之前才來的 我刮得很麻煩 要找個小蟹再慢慢刮 這個就剛剛好 這樣刮很方便 刮得很快 因為你如果燒兩碗 你第一碗燒完之後 就要把它刮乾淨 要不然會影響第二碗的燃燒 然後在這邊有兩個把手 這個是固定這個門的 這個是控制風量 進風的風量 進風量 越多燃燒越快 越旺 但是有時候我們不希望它燃燒太快 例如說可能在入夜的時候 希望它能夠加最後一隻彩 可以燒久一點 我們把火關小一點 可以調溫度 然後再來一個配件 是我 我覺得蠻喜歡這個燒水壺 它剛好會滾在這個地方 它可以卡 卡在這裡 因為大部分這個彩爐呢 最靠近硬蔥位置很難使用 所以它剛好填下這個位置 然後需要燒完之後把它取下來 可以放在旁邊 然後這邊可以像一個熟 熟頭 可以開水 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個配件 這隔熱網呢 可以讓那個差不多 兩截的煙囪不會燙 裝隔熱網之後呢 這上面 都可以手摸 對 這個很重要 然後再來就是 轉90度的頭 它可以來的煙囪這樣子 傾斜這樣出來 改變煙囪方向 例如說可能要繞鍋帳篷出去之類的 然後再來這個是自己另外買的那個 柴爐的溫度計 因為柴爐可能到 你需要知道這個柴爐是多燙 溫度是高還是低 這可以到四五百度 可以看到現在搭車的方式呢 就是這個 用這個骨位 很貼的帳篷 真的沒碰到 雖然碰到稍微風吹一下呢 也可以透過這個隔熱網 它不會把帳篷給燒壞 然後在我 柴爐的本體基本上是在貼木之內 所以這個熱可以需要在貼木底下 比較保暖 而且如果下雨料理呢 也在貼木之下料理 所以不怕雨 那我現在幫牠採入生火 那我現在幫牠採入生火 那生火方式我都是先把柴 比較細的柴乾的柴放在上面 廣摺上面 然後呢在下面放火轉 這樣燒起來效率最好 一開始會有一點煙 那如果可以先把牠關起來 但今天這海邊撿材比較濕 它的濕 就是比較難燒 跟煙會多一點 但是沒關係 我們這裡那個 不用怕煙多 因為不會去那裡 我們現在看那個經濟口的設計 現在是 我把這個經濟口的門 給關起來了 現在火比較小 現在火還是有在吸 但是呢 我把它打開給你看 感覺是有聲音 現在全開的情況 火力會大很多 但是 燃燒也會變快 有時候我們不希望燃燒這麼快 例如說我可能烹煮不需要太大火 我可能睡覺前天的柴 我希望它一路燒到晚上 慢慢燒就把門關起來 這個柴爐呢 記得不要買太小 特別是長度 因為柴爐如果太短 那個天柴會很累 第一個柴一定要很短 柴批輕鬆 鋸開很累 如果天柴 如果柴爐很短 你才要鋸得很細很短 那是很辛苦 再來是這個 進氣口 為什麼要在下面呢 其實這個很重要 因為如果進氣口呢 如果在上面 那整個空氣 從上面的柴爐上方 就到燃燒了 它不會經過木頭 所以一定要從下方 穿過其他那個碳床 然後床從木頭下方 吸上去 看 現在燃燒水很快 現在箱子變很大了 那我現在測試一下 兩側支架的耐重程度 這是一個2.2公斤 這個水壺 你看 很穩的 所以很重要 當然不能幫塑膠皮的側邊 你可以放煮完的食物啊 鍋子啊之類的 把水壺加水 這樣等一下隨時都有水可以用 水壺呢其實很方便 但是開口為什麼 坐在後方 我就是很難理解了 好歹就在側邊嘛 像這邊就不錯啊 最大火的時候呢 這個煙蔥的 大概第二段 燒到紅色 如果這種鐵金屬 不像剛剛燒到紅色 那是五六百度了 結果就溫度很高了 其實我帶的那個 環線攝影機 測溫度 但是測不出來 因為它能吃到150度 已經超過150度了 然後這是它的隔熱鐵網 可以看到 嗯 跟我體溫差不多 甚至低一點點 但是如果是這個 這一兩個 煙蔥燒到紅色的時候呢 我摸絕燙 所以可能有六七十度喔 所以呢 你如果想要從你的煙蔥出去 穿過你帳篷的話 還是一二段不要用比較好 因為一二段 就算你是家人在隔熱網 溫度還是有點高